大家好,我是小刀 今天呢,我们就做一个有啥说啥的环节 我呢,就是一个东北姑娘 有什么事情呢,就是喜欢开诚不公的说出来 放在心里呢,反而会不舒服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我妈妈就是一个善良的勤俭持家的一个传统女性 我现在在评论区经常看到有人说 黄瓜香说话太过躁 黄瓜香天天不干活,就只知道芝是刺老牙 但是大家可以分享我们家18年的视频 那时候是我妈妈始终跟着我爸爸一起去刨山 她当初是90来斤的体重,背80来斤的菜 在采菜这方面,我爸爸都要佩服我妈妈 跟我妈妈数个大拇指 我回来也是因为我妈妈的腿得了骨骨头坏死 如果我妈是一个天天不干活 然后炕上磕着瓜子,爱到咸磕的人 她的腿就不会出毛病 所以说现在她不是不干活 医生不让她干重活 我和我爸也心疼她 但是呢,我妈还是一个超强的一个女人 每天发货,备货,熟食菜 把这些事情做得井井有条 只不过在镜头里面没有展现出来而已 就像去年有一次我们一家巷口吃饭一样 我爸在饭桌上都有点觉得说是我妈嫁给他之后 我没有过过好日子,然后没有想过福 所以说现在都加倍的对我妈妈好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这两天我看有个朋友在那说 我和我妈妈好像不尊重我爸爸 然后总是说批判他 其实并不是啊 就是东北人可能都比较喜欢开玩笑一点 尤其像是我们家 我们家就是特别喜欢开玩笑 像无论是我们一家三口 还有我们家跟大姑他们一家都是 我们觉得这是一种增进感情的方式 我们是像朋友一样相处 如果说哪天我天天尊称 爸爸,您怎么怎么样 爸爸,您辛苦了 爸爸,您快点喝口水啊 爸爸,您快坐一会儿啊 我觉得我爸可能还有点不太适应 应该会说姑娘,你是不是今天没吃药啊 尊重和关心都是我们放在心里 放在行动上的 而不是说天天在口头上啊 或者在镜头前表现出来 我们家镜头前和镜头后 都是完全一样的帮助模式 我也不会说因为大家喜欢去改变 实际上我和我妈都是很尊重 很崇拜我爸的 我自己知道我有一个很好的爸爸 我妈妈也知道她有一个很好的老公 可能就是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比较传统吧 就是说表达呀和爱意呀 不会说天天挂在嘴上 爸爸我爱你 太棒了 爸爸你真厉害 我们可能不会这么说 会以开玩笑的一种方式 调侃一下 家里就是这样嘛 就是不说不笑不热闹嘛 有的人家可能是 持不言请不语 但我们家就是属于 天天开开玩笑 乐乐呵呵的 就是喜欢这样 我妈就是我们家的开心果 像我们一家三口 是一个大家庭 就是大家可以喜欢刺老牙 可以喜欢黄瓜香 也可以喜欢小刀 都可以喜欢 但是如果你们有不喜欢谁谁谁的话 我希望你们放在心里 毕竟的话 不会因为你的喜好 我爸就换老婆换姑娘 是不是 我们一家三口 还得就是这么过下去 可能你们也是表达一下 你们的喜好 没有人喜欢看到自己被否定 所有的评论 我们都看到眼里 记在心里的 你奶奶说 小刀我真讨厌你 小刀我真不喜欢你 小刀你真烦 你说我看了不难过吗 我也难过呀 那你为什么要让我看到啊 那你还不如把这个 你不喜欢 你不喜欢那你就不要看 你就留在心里 这样反倒 大家都开心嘛 对不对 何乐而不为嘛 两全其美 好言一句三冬暖 我人心都是肉掌的 我拍这个视频呢 也不是说 只能听好听的 不好听的不能听 只不过是不希望 大家就是说 针对某一个人 因为我记得当初 我们家刚拍视频的时候 有朋友就说 侧老牙 你的嗓子跟什么 公里出来的一样 哎呀 真难听 然后怎么跟个老娘们似的 当初我在外地的时候 我真的很害怕 我爸和我妈看到这些负面的评论 然后去不开心 虽然大家可能觉得 那我没说什么呀 我就是表达一下 我的真实想法呀 每个人的为人处事方式不一样 我也看视频 喜欢的呢 我就多看一会儿 不喜欢的呢 我就退出去 我不会去批判任何人 我尊重大家的选择 也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家就是给大家呈现出最真实 最好玩的农家小院 农家生活 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了 我家又来一个新城园 你看 妈妈嫉妒了 哎哎 妈妈妈妈妈妈妈来我宠你啊 妈妈妈妈我宠你 这大褲子 他叫啥呀 叫小憨 叫小憨 不紧不紧 不动 你这乖了哈 妈妈 没有好吃的 哎呀 你看看妈咧 来来来 别那么干咬我一口 哎哎 你哪是一家的 哎 为啥要酸你妈 让你跑了 那个狗让酸 你看我们家旺旺 不让酸 把他的脖套给人家还不干 来了你们都围着那狗 这旺旺 你看能不吃醋吗 你看你看旺旺又过去了 你看你看旺旺 你叫啥呀 你叫小憨 看着又笨笨笨笨的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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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你俩是好伙伴啊 哎 你俩是好哎 哎 干 你俩不许干这啊 哎 再找你啊 没事 这家伙整俩狗你說说这不争风吃醋的嘛 这个小狗是他家卖房子这个人 我之前说唱他要个小狗 我是无意当中就说一句 他说不还没有娃娃吗 他都放在心上了 不少时间了 昨天给他按这个价 他说我跟你要这小狗了 好了他今天早上又给我送了 我说不要了我也有娃娃 他已经跟你说好了 我都给你要回来了 那人都给送来了 那问题是 他俩能有好相处吗 再问你说是猫猫 猫猫就好了 时间久就好了 这忧郁的小眼神 大草猫的保贴 小猫猫一个大骨头 这有两个 他上这边给钓过来 抢人家的 那狗小 你让他大了 咬过他 你看你看 大了他咬不过他 你看自己家的狗 他们两个大了 就和平共处了 掐什么架 你是弟弟 你让这点姐姐 你是姐姐 你让这点弟弟 对狗谈情 我爸总说我对狗谈情 我们家妈妈都能听得懂 妈妈你是不是也能听懂 妈妈 妈妈偷人家骨头被我发现了 你看这个小头偷人骨头 叼着离了 杨三好看吗 这狗 那我咋说呢 你说是不是 咋说呀 比你漂亮 你没有他还好看 其实你比他还难看 是不是香香 他叫小鲁袋 你叫香妹吧 人是公狗 小鲁 那不鲁也不对 别动 这是个多动症的小鲁 就得我大姑父守着他 就得我守着 他腿那块就得梳一梳 毛梳顺了就好了 他不咬 他就一般就喊胳膊 他刚刚也喊我来着 再咬他也不能吓死 这是我爸爸家的狗 这是我家的狗 还没有狗 这是我家的 就我没有 我老是 我老是逼了腿 逼了腿给你说 你看我看你多了 我给你找个对象 姐弟恋的 你要把虎妞叫给他是不是 对 你们爷俩来我们家都在那边介绍对象 我哥要给妈妈介绍 你要给毛毛介绍 我萝尔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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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阿 好